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为什么还是有很多明星转行去当导演呢 这是因为一部票房可观的电影能带来丰厚的回报 对于演员转行去当导演并不是不看好 而是现在有能力的演员去当导演 没能力的演员也去当导演 毕竟当导演要求还是蛮高的 一部片子拍出来 好不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导演 然而一些没能力的演员去当导演 只会去请一些没演技的当红流量小鲜肉来做学头赚钱 导致中国电影市场的烂片越来越多 冯小刚就曾针对这一现象 直接点名道姓的炮轰了毛明星 说他演员都没有刚好 就跑去当导演 难道现在当导演的门槛这么低吗 是个人就可以当导演 那还要我们这些专业的导演干嘛呢 虽然笔者并不怎么喜欢冯小刚这个人 但是他说的这番话 确实非常的有道理的 针对演员导演这个问题 李冰冰曾在一次访谈节目中 谈到了自己不当导演的原因 真的是直接打脸某些明星 在节目中李冰冰 谈到了自己对于当下中国电影市场的一些看法 现在是中国电影市场的一个洗牌 所以稍微有点乱想 特别流行演员去当导演 还表示自己这几年间的让自己当导演的剧本 比自己当演员的剧本还要多 一堆人来找自己当导演 但是李冰冰为什么没有选择去当导演呢 他是这样说的 笔者觉得说的非常的好 当自己做一件事之前还是要准备好 这个准备不光是你这个整体状态的准备 更多的是思想上的准备 职业态度上包括身体能力上都需要做好准备 是啊 做任何是不是先做好充分的准备 盲目的去做注定做不好的 可是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大家都知道的道理 很多人都没有去做 为了赚钱盲目的去当导演 拍出来的都是一些烂片 不顾观众们的感受 这样的烂片拍出来有什么意义吗 良心不会痛吗 李冰冰可以说是一位非常有实力的演员 国际巨星 就连这样一位实力派都如此的谦虚 觉得自己还有这个能力 去胜任导演这份工作 我想问那些连演员都做不好 演技都没有的人就去当导演打脸吗 网友脸疼不 听了李冰冰这番话会脸红吗 当然并不是说所有的演员去当导演 都有没拍出好的电影 笔者觉得徐珍和黄博就非常的不错 当导演拍出来的电影 都是非常好的电影 值得某些明星们多去学习学习 最后对于演员们流行去当导演 你是怎么看待的呢 我觉得李冰冰黄博就能变得到